那在開始分享動作之前 你應該會好奇 為什麼練上肢我選擇啞鈴 而不是槓鈴或是其他的器材呢 最直接的理由是以居家訓練來說的話 啞鈴真的是方便很多 不僅它不佔空間 而且Head啞鈴的換重量非常的方便 能練到的部位也比較多 上下肢我們都可以使用啞鈴來練 而槓鈴它比較難達到這些優勢 但是啞鈴它比較吃虧的地方 是當你單手握的時候 對你的肩關節穩定度 像是旋轉肌群的挑戰度會是比較高的 而且啞鈴對於核心訓練的挑戰度 也會比槓鈴來的高 這是好事 但是啞鈴相較於槓鈴 它可以有更多的活動幅度 所以可以提供給你肌肉更多的刺激 美國基地與體能訓練學會 有針對啞鈴和槓鈴對於肌肉的活化做過研究 最終測試的結果是 啞鈴會讓你主動肌的活化增加15% 主動肌指的是你在做胸部推舉的時候 胸大肌就會是你的主動肌 它不但會增加你主動肌的活化 它同時也會增加你腹直肌的活化 所以這就是我這集要分享啞鈴訓練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是新手 你對於肌肉的掌握度穩定性 還不是這麼充足的話 建議你可以先選擇從輕一點的重量開始 我們會把上肢分為胸部 背部 肩膀 二頭肌 三頭肌這些大方向 來告訴你用啞鈴可以做哪一些動作 來訓練我們的上半身 首先第一個可以讓我們胸型變好的 胸肌訓練 啞鈴握推 這個動作雖然沒有辦法讓你的胸圍 直接長大幾個Cup 但是透過訓練胸肌 可以讓你的胸型更挺更美 去健身房的話也可以做它的變化式 把椅子放到30到45度的角度 做啞鈴上鞋握推 上鞋握推跟平躺練到的位置會不太一樣 它可以更加強刺激我們胸大肌的上半部 也就是上胸的位置 跟臥腿一樣 如果你的家裡或是健身房有訓練椅 一樣可以把它調成30到45度角 多做一個上斜的變化板 它一樣是可以增加胸大肌的刺激 接下來我們進入背肌的訓練 雖然硬舉這個動作主要是在練骨二頭 也就是大腿後側的地方 但其實它對於練背肌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動作 接著呢是讓我們身形看起來倒三角顯腰細的關鍵肩膀 接著呢是讓我們身形看起來倒三角顯腰細的關鍵肩膀 在動作中方面很像腰細的關鍵肩膀 也就是會有效果照 在動作中間進入背肌的壓力 都會有效果成功 在食物時下無一身中的配合 没错 现在要进行到很多男生超爱练的二头肌 也就是老派的小老鼠说法 其实很多男生为什么喜欢练二头肌 因为他看镜子觉得自己好像很壮 说不知呢 让我们手臂显壮的其实是别的肌群 一起来看看二头肌有什么样的训练动作吧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很多人在做哑铃训练的时候 都顾着练二头肌 尤其是男的 都忽略了三头肌的训练 刚刚说让你的手臂显大的 其實三頭肌佔了更重要的位置 因為三頭肌佔了我們手臂比較大的面積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起來很粗壯 不管是男的 或是你是女孩 你想要看起來很緊實的手臂 想要消滅你很在意的 拜拜秀 蝴蝶秀 記得一定要多練這一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啞鈴上肢動作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